各位兄弟姐妹, 你们好! 我们很快就进入今年的礼仪年的尾声 今个主日是上年期的第三十三主日 下个主日是第三十四主日 亦是耶稣基督温慌的日子 这个三十四主日就是礼仪年的结束 所以我们就是礼仪年结束之前的一个主日 今天的读经都很清楚地告诉我们 我们不要医戀今世的生活 要准备自己的心灵去进入末日 我们都知道生命的短暂 而我们要寻求的 不是说可以在今世里面可以很长寿 我们的寻求应该是要使我们能够在天国里面 能够有一个的住所 耶稣基督也都是为我们在天国里面努力准备住所 来到我们能够有朝一日能够与圣父一起共享天国的荣福 今天也需要用一些自然的事件来解释 来解释这个末日 他也有说这些太阳 月亮 我们想都想不到的 会变化 太阳这麽光亮 都要变为芬林 月亮 这麽美丽 不再发光 天上那些星神 很多闪闪耀目的星神 会跌下来 天上的很多不同的样貌 都会动摇 那时出现什麽呢 就是我们会见到人子 带着光荣大威能 盛着这些云彩 降落来我们 那时人子就要派遣天使 由四方从地极到天边 聚集他所照算的人 所以是一个我们想都想不到的时刻 和想都想不到的变化里面 亦都想都想不到的 见到人子 会整个云带着大温能降临 亦都想不到他会派天使 由四面八方召集他所照算的人 那麽这个都提醒我们 在这个充满了奇妙充满了这个恐惧的时间里面呢 我们会不会是等待天使 召集我们各日为例呢 在圣地里面呢 有七种很出名的农产品 包括 摩抹毛花果啦 大墨啦 墨子啦 墨子啦 葡萄啦 橄榄啦 橄榄啦 石榴啦 和中草 这些都是圣地里面 经常见到的 属于圣地一些重要的食量 今天呢 耶稣就用 毛花果树 他们个个都知道的 一个的植物 来做一个比喻 耶稣这样说 什麽时候你见到他的枝条发了牙 生出的乱叶 你就知道夏天近了 同样你们什麽时候看到 这些事的发生 就应该知道 人子已经近在门后 意思就是说呢 人子 会在这个时间里 见到我们 我们是否被照顺呢 我们都要想一想 所以这个主日呢 都是提醒我们生命的短暂 世界也都会消失 如果我们想着自己很长寿 这个可能已经是一个 未必可以达到的一个梦想 但是这样说 就算我们很长寿 但是世界都终结了 我们会不会 可以很长寿呢 所以有一些是我们 我们无法触摸到 无法触摸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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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这样跟我们说 这些可以变的事 是会转变的 但是呢 他的说话呢 不会过去 所以我们应该依靠的 不是我们 看到好像很值得我们 去触摸啊 去拥有啊 去依靠的 这个阵势 依靠的是 耶稣的说话 他的话是我们的明灯 他的话不会过去 而最后这句说话 至于那日子 或那时刻 除了父以外 谁也不知道 连天上的天使和子 都不知道 这个都是提醒我们 这个的日子呢 是隐秘的 如果父不告诉天使 或者人子听 我们都会了解到 这个日子 是一个隐秘的日子 是一个高度秘密的日子 但是也可以了解为 这个日子呢 我们不需要去担心 是哪一日 如果我们时时都准备好 我们都不需要怕 这个的日子 几时到 如果一个学生 他已经准备好 怎样答这些 史题的问题 已经准备得很逃线 他都不怕 这个的考试 几时来 或者早一日 遲一日 为他来说 都构成不到 什么叫威胁 因为他已经 好好地准备好 去回答这些的事题 如果我们要好好 准备好 我们的心灵 我相信 我们都不怕 这个日子 何时到 也不需要担心 是哪一日 因为已经准备好 早一日 遲一日 如果他是来的话 都会来 我们不需要去担心 担心的 是我们 没有准备好 让我们来到 仰乃天主的恩宠 期望天主的降伏 愿基督来的时候 坐着云彩 带着威能降临的时候 亦都是我们的荣耀 亦都是我们的喜乐 愿天主赐给我们 喜乐和平安 阿满阿利路亚 今年 是我们丰收的一年 希望所有的 负面的影响 的消息 不会构成 我们任何的威胁 反而成为我们 准备 永生 的一个 很好的时间 圆天主 时时都 与我们同在 阿满